女人過去啦 那個箭子就是放下去了 走不下球車排好隊 裡頭唯一一位穿著黑T恤的 就是于天女婿陳健 被羈押一個多月後 首度公開露面 只見她披頭散髮 神情看來很憔悴 見到記者頭也低到 不能再低 一行人浩浩蕩蕩 全是詐騙集團分子 包含陳健在內 一共九名嫌犯 二十四號全被檢方起訴 校務法院召開接押庭 陳健當庭承認三次取款 但聲稱不知道金流合不合法 強調都是受到朋友請托 才會同意讓人把錢放在她那 還搬出小孩求情 希望法官同意交保 接押挺生理期間 法官試圖釐清詐團分工體系 由裝性女子擔任避傷 張姓男子則是虛擬幣買家 而陳健擔任的角色 則是替張姓男子收款的車手 拿到錢後 再幫忙交給裝姓女子的下游 而當初警方就是先逮捕了 陳健下游的理性車手 才一步步溯源 將炸團瓦解 頭髮也都沒捲 這麼長這樣子 我們覺得看得也很難過 外傳陳健有了新對象 還把渝院期留下的遺產敗光 走偷無路才挺而走險 當車手 如今案件疑伸法院 目前也只有最下層的 理性車手認罪 金流終點在哪 是否還有主嫌再逃 都是檢警下一步追查重點 三星網站有討厭報道